好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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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杰 我在玛丽 聽說你鼻子跟黃金獵犬釀鈴 通通是誰偷放屁都聞得出來 今天特別指明你參加秀包變位任務 看是不是真的鼻如其名 造卡黃金獵編織秀包變位任務 小編戴上眼罩 必須從三個爆漿包子裡聞出指定口味 一共有兩個關卡要答對才能吃 到底是肉包子打工有去無回 還是只能忘包止渴呢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這一回合有爆漿珍珠奶茶包 玉米包 熔煙巧克力包 請找出哪一顆是爆漿珍珠奶茶包 先這邊好了 滿滿的黑糖味 我覺得就是這個 因為珍珠不是通常都會跟黑糖做融合 我先聞下一個看看 這個是麵皮加上淡淡的甜味 這聞起來就是濃濃的巧克力味 好香喔 很明顯啦 珍珠奶茶是哪一個 這是這個啊 黑糖啊 一定是這個 不錯嘛 既然它熱了 只好先讓你品嘗一下甜口味的爆漿包子 嗯 這吃起來好像 珍珠奶茶 誰說珍珠奶茶只能用喝的 做成包子一樣 貢獻全世界 老闆用伯爵茶和鮮奶調製成的奶茶餡 有著濃濃奶香和淡淡茶香 加入呆呆黑糖珍珠 口感超有層次 剛剛我聞不出來的就是玉米包 我下來吃吃看 它跟一般很不一樣 它是芋頭塊 新鮮芋頭做成的芋泥餡 還有大顆芋頭塊在裡面 就是要讓你吃到芋頭自然香甜 它巧克力好味道好重好好吃 而且不會很甜膩 屋中帶甜的熔岩巧克力包 配線包的不是巧克力醬 而是巧克力磚 濃郁卻不甜膩 離入口馬上幸福感爆棚 這一題進階版比較難喔 桌上有梅乾菜肉包 橙黃包 麻辣肉包 找出招牌橙黃包是哪一顆 橙黃包 橙黃包 我怎麼知道橙黃包是什麼啊 這都是包子的味道啊 好 我換下一顆 這個除了包子皮呢 還加了一點肉味 等一下 是不是都拿一樣的包子給我 我這樣煮聞就出來 讓我剝開來一點點聞就好了 有開了嗎 有開了嗎 好香喔 這個我覺得是梅乾菜的耶 幫我準備一碗白飯喔 我可以等一下就是配飯了 這個是肉包 但我不確定 好好我現在再聞下一種 這個一聞就 就是那種辣辣的味道 那就是它了 確定 它是不是流出來了 我確定是它 恭喜 雖然有給你提示 但這個通名比 還真是實至名歸 完成正式的任務 快幫網友吃吃看 招牌橙黃包 到底是什麼味道吧 剛喔 先來吃一口看看 它是比較偏肉塊的 因為一般包子外面都是絞肉 然後這個是肉塊 因為它包的可不是一般絞肉 而是五花肉和梅花肉 吃得到肥肉軟嫩和瘦肉的脆感 之所以會叫橙黃包 據說是因為老闆受到橙黃爺託夢 才做出這些會爆漿的包子 就像和橙黃爺做了約定一樣 老闆堅持每顆都要飽滿多汁 才能送進客人手裡 嗯 這好像 這好像是 它的辣會留在舌頭 它好像有點麻麻辣辣的感覺 加了花椒 辣紅椒 三紅包 還有十三種中藥混合拌炒 愛吃辣的朋友 一定會超愛這個 客家人最喜歡吃米白口肉 這台跟我媽煮得很像耶 這個梅干燻肉 這梅干菜跟肉完美的 別人合在一起 醬油拌炒過的軟嫩五花肉 和清香的梅干菜一起蒸熟 融合恰到好處 客家小便都比讚認真啦 這家安慰在新竹城堂廟旁的 極大發城堂包專賣店 老闆在用途上多了一道獨門工法 將湯汁牢牢鎖在裡頭 不會滲出來 所以每顆包子都超級juicy 最新年發的爆漿花生麻糬包 更是把滿滿的花生和麻糬 塞進裡頭 但是千絲畫面 真的讓人弄鬼條啊 表多實在又只要同板架 也難怪每次來 都能看到這個誇張的排隊人潮 謝謝 謝謝 下次再來喔 掰掰 你到底買幾部啊 不買你說大概 一百多顆吧 好 先走了 掰掰 看你參加這次的任務 還選了會爆漿的包子 真是太便宜你了 買這麼多 記得回去分給大家吃哈